透過空拍鏡頭 能看到太平雲梯全貌 280公尺橋深串起兩座山頭 登上橋區山的美景進入眼底 而夜間點燈更增添浪漫氛圍 這就是眉山的微笑曲線 阿里山新景點 吸引遊客上山橋深 但狀況似乎也不少 我們一早就來 從六點就從家出移到市場 我們山下也有公告 說沒有購票請勿上山 他還說如果有人沒來 我們就... 有人沒上網 預約購票就跑上山 想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蛇 碰碰運氣 我們現在變成我們預約接駁車 他說這樣的時候 我才知道才會不斷 還有旅遊團人數沒定期 領隊跟一名遊客 只能在門口 趕瞪眼 而這對夫妻則以為自己訂到了 到現場才發現一場空 你有收藏上密碼嗎 有啦 你上網滿對不對 沒有收藏上密碼 現場無售票 為了控管人數 想登梯的遊客 得上網預約購票 付款成功後 以手機QR Code 掃描進場 又有上網 又要操作手機 對3C沒有概念的老人家 是一大挑戰 從購山走過來 遊客走到太平雲梯末端 會發現這條步道圍起封鎖線 從眉山過來的遊客 跟爬龜山的登山客 在此碰頭面面相去 在龜山這一段的太平雲梯 因為跟舊遊的登山步道相連 所以工作人員為了防止登山客 誤入沒有買票就進來 他們也是在這裡設了封鎖線 但是像這樣的設置沒有人員管制呢 其實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 畢竟登梯全票一張要價100元 萬一有心人士故意這麼做 恐怕對乖乖購票上山的遊客不公平 記者王嘉慶 吳梅軒 SNG小組嘉義報導